是的主播 趁颱風還沒有帶來強風豪雨 僵化陸港老界的店家 開始房台準備了 像這間賣鞋子的鞋店 老闆一早就忙著整理鞋子 尤其是價格比較高的牛皮拖鞋 氣墊鞋通通都往高處移 還有原本放在鞋架最下層的鞋子 也要往上放 原本擺在地板上的 就挪到板凳上放 全部墊高 離地至少50公分 來看老闆準備的情況 老闆說會將大陣這樣移鞋子 就是因為陸港老街 只要下大雨 一定會積水積很深 再加上排水溝的髒水倒灌 老街外面積水 房子裡面也都是水 先前就是因為這樣 來不及把鞋子 或是其他商品抬高 要賣的東西都泡在水中 造成他們的損失很慘重 那這次颱風來臨前 他們就趕快將鞋子鞋盒全部抬高 還有些人會找來大木板 放在門口隨時準備擋水 另外公所也準備了多台的抽水機 在老街周圍待命 只要一有積水的情況 就會馬上開啟抽水 避免老街再次泡在水裡 以上是詳細的情形主播 哈囉 我是萊娅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